邊跑邊回頭 男子直接衝出馬路 但後頭的富人完全來不及閃 背部遭撞 整個人偷空噴飛 重摔在地 完全動彈不得 附近民眾見狀 趕緊上前幫忙 登到救護人員到場 才將富人緊急送醫 但這場意外到底怎麼發生 很大很大 非常大 棒啊 駕駛 他整個眼睛昏迷在裡面 原來這名計程車駕駛 12後下午開車心經被釋康定路 車子突然失控 直直的往人行道衝了過去 導致兩名在等公車的民眾 閃避不及 當場被撞飛 男性常者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後救回一命 而富人幸運只有擦錯傷 但小黃司機早已臉部發黑 雖然救回一命 撞上葉克膜 情況仍然不樂觀 這一台中性司機 他疑似因為疾病 然後爆衝 衝上人行道 黃人員他已經破瘡 來進行急救 好好的等公車卻突然飛來橫火 在櫃門關前揍一遭 而小黃問講究竟是身體出狀況 還是有其他原因釀禍 進方還要釐清 接著下旬程時溫顯 衰歡 台北報導